嗨,大家好,我是阿妹妹 今天我要来为各位介绍 就是我家的蝶豆花 有一些是已经晒干的 也有一些是现在还在结在树上 开满很多很多的花 那今天我就是要来做做看 就是说干燥的蝶豆花和新鲜的蝶豆花 泡起来,吃起来感觉怎么样 所以我桌上就有准备了 干燥的蝶豆花有六朵 然后新鲜刚采下来的蝶豆花也有六朵 我们就来看看 然后首先就是把这些蝶豆花稍微就是洗一下 有时候上面会有一些灰尘 我就跟它稍微清洗一下 这个是新鲜的蝶豆花 新鲜的蝶豆花 然后这个干燥的蝶豆花稍微把它洗一下 上面难免会有一些灰尘 这个已经晒了一个月左右了 差不多了 好,那現在我們就來加熱水 我有準備了熱水 這紙張可以先拿點 洗好了,我們就來加熱水 讓它泡一下,讓它慢慢釋放出那個花青素 所以感覺上,乾燥過的花青素釋出的比較快 是,因為它,怎麼講 有泡,水是不是有泡過 比較容易釋放 乾燥過的比較快 這邊我再看一下 其實這邊也是漸漸的 各位看,也是有 其實也很快 搞不好拿後來居上 剛才我目測是說 這個已經開始慢慢釋放出 藍色的花青素 結果才講那麼一會兒 它這邊也在釋放 我可以給它泡一下 泡個五分鐘 對,各位看 看到有慢慢釋放,各位看 有 慢慢的,從那一條一條那種 色素的那種 對,慢慢釋放出來 從那個葉片釋出來的色素 很明顯 好明顯喔,非常明顯 就像我們彩色原料 丟到水裡面一樣 慢慢釋放出來 那這邊呢,看一下 這邊也是有 不過因為它的水整片都比較深了 所以你比較 感覺不到那個色料 從那邊那種 滾出來的感覺 像這個就很明顯 這色料從那邊滾出來的感覺 是滿明顯的 這可能就是要過個幾分鐘 嗯 顏色會比較深 對 其實這樣看也覺得很看 各位看,這顏色還是差異滿大的 嗯 新鮮的 和那個乾燥過的 它那釋放出來的花青素 看那個 那個顏色 也都 深淺還是有點差 有點差 不大一樣 你看這邊也是有在釋放 嗯 可是我們這個乾燥的好像也沒有說曬很久啊 這個應該是第二批 大概搞不好不到一個月 對啊 頂多一個月 因為我們沒有 那個記得那個 那個 那個 曬的日期啦 嗯 所以也沒有很確定 也沒有說用陽光曬啊 只是放在屋檐下 讓它陰乾 讓它陰乾而已啊 那這我們就可能等個幾分鐘 對啊 因為我有聽 聽人家講說 曬太久了也不好 花青素也不見了 所以我們這個也只是陰乾而已 沒有說曬很嚴重 對 其實現在就讓它再泡個幾分鐘 對 我們再來看變得怎麼樣 已經過了十分鐘 我們來看看這個新鮮的蝶豆花和乾燥的蝶豆花 它們的有什麼不一樣的變化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新鮮的蝶豆花 它的顏色好深喔 那個水那個非常非常的深 它另外一邊那個乾燥的蝶豆花 變成它的顏色比較淡 感覺上好像新鮮的蝶豆花 它釋放出來的花青素好像比較多 感覺上是比較多 因為看它顏色就比較深嘛 對啊 那個乾燥的蝶豆花看起來就比它差了 就是釋放出來的花青素感覺比較少 這也是已經有經過十分鐘了吧 各位看這樣子 我把它剝開來 是不是很明顯 這顏色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感覺上是新鮮的蝶豆花 比較能夠釋放出更多的花青素 那至於這吃起來味道怎麼樣 我來吃吃看好了 那我有準備兩個杯子 就把這個水倒下去 然後只有六斗就顏色好深 對顏色差了一倍 對 那各位看這個顏色好深好深喔 然後這邊是比較淡一點 所以感覺上就是說新鮮的蝶豆花 那個花青素會比較多 可是一般應該市面上賣的都是乾燥的比較多吧 因為有時候可能是因為運送的過程 需要做一些乾燥處理嘛 所以市面上買得到 我想說大概商店裡賣的大部分 應該都是乾燥的那種有包裝的蝶豆花 那我來吃吃看好了 反正已經做了嘛 我來吃吃看 也還好沒有什麼特殊的味道 嗯 那這個呢 我直接喝好 這個生鮮的 嗯 怎麼樣 這吃起來沒什麼味道 可是這吃起來好像有點草 植物那種草的味道 因為這是新鮮的嘛 清草味 不全然是清草味 就是 像那個反正就是 草 有帶有一點草味 這兩種的比較 這是幾乎沒什麼味道 這個是 有 有 所以它就多了一味是草味啊 對啊 就是你新鮮性採下來嘛 它沒有經過乾燥處理 所以它 就像人家那種 還有些什麼 那種新鮮的那種草味在裡面 對啊 所以說人家要做飲料的調和的話 一定要用乾的 要不然你飲料那個味道會被草味搶走 對 如果用乾燥的話 就變成說你做一些漸層的飲料的話 它不會去搶那個原來飲料的味道 那這個的話 如果說用新鮮的話 可能會搶一些味道 對 就變成有多一種雜味 對 那可能一般飲料店應該都會用乾燥 乾燥比較多 那也許說加熱 就是用主匯的也許 可能可以多釋放出一點 因為我今天是 各位知道 我是用那個保溫罐嘛 保溫罐有時候那個溫度 有時候它根本達不到 譬如九十幾度或一百度 連續匯騰的情形 對 所以變成說它可能沒辦法 讓這個花朵完完全全的 釋放出那個花青素 雖然是 沒辦法完完全全釋放出花青素 可是 我們是拿同樣等量的那個 那個 蝶豆花來比較嘛 所以比較 不管用幾度的水來說的話 我覺得 應該還是可以比較的出來 就是說 新鮮的蝶豆花 它的花青素 應該釋放出來比較多 我是有這種感覺啦 比較迅速 因為 也比較迅速 對 因為根據質量不昧 花青素多少還是在那個地方 只是沒有出來而已 就沒有時間 也許 也許 我們用煮的方式 也許溫度 對不對 造成的 因為很多東西就是溫度啦 你掌控的好 它會達到最佳的狀態 畢竟那個色素不會蒸發嘛 如果今天說香精香油它會蒸發 可是 色素是不可能蒸發的 當然它是會留在哪裡 所以 因為我目前實驗是說 以 一般的 就保溫杯那個溫度 可能 是不是說 剛好是釋放出那花青素 最好的狀況 我也不知道 或是說它還需要更久的時間 或是用一種 煮的方式 讓它快速釋放出花青素 也有可能 只是說我們是以這種 用保溫罐 裝熱水來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來做一個比較 對 也是還是可以比較的出來啦 就是說 新鮮的蝶豆花 它的花青素的釋放出來比較快 也比較 多 是不是比較多 我就 沒錯啦 就是比較深當也比較多 對啊 就以這樣看是比較多啦 那是不是說 用其他煮的方式說 會 會兩者一樣 或是怎樣 就可能要另外做一個實驗這樣子 目前就是為大家介紹的影片 就是說 以我們用保溫杯的那個熱水 來做一個比較 比較的結果 是覺得 新鮮的蝶豆花 它的 釋放出來的花青素 比較多 這樣子 是這樣 有這種感覺啦 那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也是可以來做個比較 也是蠻有意思的 那影片就介紹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 並將它分享出去 可以的話 也別忘了幫我按個讚喔 謝謝拜拜